貫通中西南北 拆解世界格局 國際線 串起大中華 串潘小濤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5月10日星期一國際線的傳 想講講國內人口的問題 最近這個問題是頗熱滿的 無論是國際傳媒還是國內的專家 都有很多的討論 討論的原因是英國金融時報 有一篇報道 第七次人口普查 兩次退遲公佈普查的結果 原因是人口減少是 六十年代以來第一次出現的 這也是一個頗大的新聞 但是國家統計局後來 就是說 今次的人口普查裡面 人口是繼續增長的 短短這幾個字 即是說間接否認了 人口減少的報道 問題就是 是否增加是否減少 其實很容易去知道 即是說有可能 中國人口是少於十四億的 老實說 要一個國家的人口 你要很準確去量度的話 除非你登記的制度 各樣東西是非常完善的 否則的話 你是很難能夠 完完全全 一個不漏地 統計到一個國家的人口 特別是這麼大的國家 人口數量這麼多 所以你說是有幾千萬 甚至是多或者少 在之前的數字裡面 或者之後的數字裡面 大家已經一定是 覺得一點都不出奇了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你有政治的需要 換籠數字的 即是說 原本 普通一個正常的統計 是技術上的原因 你無法做到 百分之百準確 但是有機會 是因為你有各種的需要 譬如是政績 資源的多寡等等 你會是多報 或者少報人口 這個就牽涉政治紀律 政治制度等等的原因 今天不是討論 政治制度 導致人口統計的準確問題 而是中國人口究竟 是多是少 或者減少 對於中國的衝擊有多大 人口不是一個簡單 統計的數字 即是國家統計局出來說 這件事 當然它純粹從技術上的角度去看 或者現在就有說法 就是五月中就會公佈 為何現在不公佈 就是因為數字 是要整齊仔 整齊仔的數字的原因 就是 意思是 如果如實公佈的話 數字會很嚇人 帶來的衝擊會很大 但實際上 即使你怎樣去到美化也好 怎樣做整容手術也好 其實中國人口減少趨勢 已經是出現了很久 其他事不說 你只是說那個勞動人口 勞動人口2012年之後 逐年去到減少三百萬 現在短短未夠十年 已經是減少近三千萬 有這個說法就是 未來的五年 去到2035的時候 中國勞動人口 將會減少三千五百萬 這個減少的速度 其實是加劇了的 短短這幾年之間 當然這是一個專家的說法 預計 專家可能都會錯的 但很明顯 就是你從各種的跡象告訴你 其實中國的人口增長已經不再 除了剛才所說的勞動人口之外 你看看各個城市登記的嬰兒數量 譬如公安部 他自己去年登記新生嬰兒的數量 就是大約一千萬多少少 之前如果你說是去年的時候 是一千一百七十九萬 就是說你比上一年又少了 2020年你說的疫情 在中國來說 你說有影響 所以減少了新生嬰兒的數量 但你自己的官方的傳媒又說 喂 所有事情正常 最快復甦 不知道什麼等等等等 那樣東西 你看到就是 即兩者之間是有矛盾的 如果你說是疫情厲害的 影響人的生育 疫情之下 大家會怕醫院那樣東西 導致可能那個醫院是減少 但是這個外國而已 中國說明疫情 是早已受控的 或者你看到其他的數字 譬如2016年開放了二胎化之後 其實新生嬰兒的數量 不單止沒有增加 反而是逐年在減少 這個趨勢 甚至有很多的大城市 初步的統計已經告訴你 上年新生的人口 或者戶籍的人口 也在減少 深圳 東北不要說 濟南 很多個 甚至西部的城市 人口在減少 那你沒有理由 你說譬如武漢 突然間 手機電話的數量 網絡的用戶 減少 減少當然是百萬計 那大家會不會是 因為疫情初期 死亡人數 有這樣的聯想 但是 其他城市 理論上 情況不會那麼誇張 那你唯一可以解釋 就是說 其實很多人 在離開的城市 但是農村 是否真的增加了人口 各種的跡象 告訴你 就是說 中國無論新生嬰兒的數量 還是說 很多這個地方的戶籍的人數 其實是減少 或者常住人口 他們叫做 是減少的時候 你看到總體的人口減少的趨勢 已經不可避免 那這個其實不是真的中國獨有的 那你很多地方都是 香港其實你如果有每日 150個名額的新移民的話 又或者有些技術移民的話 那香港其實的人口 或者出生率 是全世界其實是 包尾那幾個地區 或者幾個城市 那韓國 台灣 都面對這些 生育的問題 可能真是東亞地區 或者東北亞地區 無論文化還是生活的壓力 其實很大 所以令到年輕一代 不說其他體制的原因 香港更加複雜的 制度、政治等等的原因 那中國可能也有一個 就是當你是用那麼多精力 去搵食 去要一個好些的生活 改善生活的時候 其實你那個生兒獄女的意願 其實是減少著的 或者是這樣說 其實沒有信心 為你下一代 帶來好的生活 好的教育的時候 你其實也是影響到很多年輕夫婦的 生育的意願 樓價這麼高 負擔不了等等 各樣的原因 那我相信這些 都是原因 那當然就是一個富裕的城市 富裕的社會 那西方一早已經是出現這個問題 日本一直出現這個問題 所以中國其實都是佈著這個後塵 就是說中國的生育率 是急劇下降的 那你說不要緊 就是中國其實 以前就是說一胎化不讓你生 用很嚴厲的手段 阻止別人生第二胎 無論是發款 還是要你沒有一份工作等等 那這個是固然可以用行政手段 去不讓人生 但是你可不可以用行政手段 去逼人生呢? 第二天可能出現一個奇境 不出奇 已經部分地方 口號 即那時候的口號不是說 寧願血流成河 不添人口一個 即那些的 寧添一座墳墨添一個人 這些激烈的計生口號 其實 可能現在有些地區已經調轉 不但沒有這些口號 還鼓勵你生多個嬰兒等等 那樣東西 那現在就是用口號去鼓勵 遲些可能就有多些的經濟的誘因 那可能再下一步不行的話 不用強力的手段 中國沒有說不行的 要逼你生的話 這個不知道行不行 或者會不會去到這一步 為什麼會這麼重要呢?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 人口我經常都說 不是一個統計數字那麼簡單 而是牽涉太多東西了 教育啊 社會民生的問題 這些固自然 譬如你說人口減少的 那你沒理由還不斷 投資興建新的小學 你都用這些資源 來小班教學 你同樣的教育資源 那你就改善教育的質素 那這些就是 人口統計 對於一個社會政策 或者政府政策 很重要的一個參考 那沒有理由 你就是說 譬如你 人口已經老化了 但你興建很多的小朋友的遊樂場 等等 反而就是忽略那個老人的服務 那些是不適合的 中國的人口 另一個更大的問題 是未富先老 即我都未進入一個富裕社會 你已經是老了 其他國家呢 大部分都已經富裕了 他才有人口減少 那他們人口減少 用什麼方法呢 移民 中國你這樣又不行 移民又不行 有多少人會移民入中國呢 我想問 大灣區 你看 另外就是說 他們很多人 其實是未有足夠的養老資本的 所謂未富 就已經有一個老年的人口 2030年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 是可能會已經突破3億 二十幾個巴仙的老人 這個也是一個老人社會的象徵 所以對於中國各樣東西 是一定影響很大的 而更加重要的 除了剛才說的民生 經濟之類之外 對中共政權 都會有一場危機 來的 歡迎再跟大家繼續說 中國的人口問題 解釋世界格局 國際線 環保氣候世界觀 天文地氣 人口怎樣會轉化成一個政治危機呢 其他國家的可能性是低些的 或者時間是長的 變成一個政治危機 有可能的 不是沒有可能的 但是中國的情況是會特別的 就是說 它不單止是一黨專政 它就說 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制 大家都知道 實際的情況是怎樣 在一個這樣的政治體制之下 因為它沒有選舉 沒有其他這些 政黨輪替的可能性 所以中共這個政權 這個政府的合法性 主要源於就是說 我政績 有能力令到你富強 令到大家生活好 其實是一家公司一樣 你政績那麼好 那你做吧 是不是 但是當然政治 或者政府和一家公司 不應該這樣比較 只不過用這個說明 告訴大家 就是這樣 可以令到它在 人民心目中 維持一個 執政合法的地位 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我算你這個說法是對的 中國人買這一套 到你人口減少的時候 所造成的經濟的影響 是非常之大 2012年開始 我就說中國的勞動人口 其實是在減少的 因為其實就是 那個年輕人不夠 減少 那你年輕人進入勞動市場 那個人數減少 而退休的人數增加 或者維持的時候 那你不會那個 總的勞動人口 其實你是減少的 那這個對於中國的 GDP的影響 其實已經見到 整個什麼補7 之前補8補6 補6 補什麼鬼 因為就是很重要的原因 退出了勞動市場的人 或者總的勞動人口 其實你那個生產率的總和 或者生產的東西的總和 如果你每個人 生產的GDP 生產的東西 是不足以彌補到 或者已經生產率提升了 每個人的生產率提升了 但是因為同時間 很多人推出了勞動市場 那你那個彌補的力度 不夠的時候 那個數量不夠的時候 你的GDP的增長 就是放緩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補7 變成補6 甚至可能補5 現在可能5點多而已 就是一年的經濟 但是當然 中國的經濟的總數這麼龐大 那你補到6 補到5 已經很厲害了 當你是一個很厲害 但是對於中國這一類的 經濟體來說 就是說 如果5點多或4點多的增長的話 第一 人的生活的改善速度 是慢很多 或者大家的生活有困難 日漸困難的時候 那這個對於 中共的合法性、認受性 是會帶來一定的衝擊 這是第一 第二 那個消費力 一定會是弱的 就是說 當你經濟增長 不再高速的時候 大家是沒有辦法滿足到這個消費的需求 因為你都賺不到錢 是不是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中國的內需 又真是衰了 內需所帶來的衰 就更大的影響 什麼 因為現在是說內循環 外循環意思就是外貿 內循環就是內需 內部消費的需求 你都沒有錢消費 外面的需求又弱 就是說不再需要你中國貨 你想想兩面夾擊 你本來就是習近平提出 什麼雙循環 是不是 雙循環的外循環 已經是不行了 如果內循環都不行的話 那你說了 經濟怎麼會好呢 經濟不好 那你那個政權的合法性更加 更加慘 這個就是和其他國家 最大的不同 你其他國家 你經濟差的 你投票的時候 換了個政府 是不是 會呀 經常見到國際政治就是這樣 但中國呢 是不是這樣的 中國是 靠依賴那個 經濟高速增長 或者大家的收入 是有所增加 去到維持那個政權的有效管治 如果沒有這件事的時候 我相信 是很大劑 造成一個政治危機的可能性 是會非常之大 那你想想 就是其他的東西 可能威脅不了中共的政權 無論你說外面的 還是內部的 不知道什麼 反抗等等 但是當你的經濟危機 或者增長 停滯不前的時候 其實日本而已 有版給你看 日本之前 那個說法 在九十年代開始 出現一個經濟增長的效果 然後就一直 所謂的 變成了 停滯的十年 失去的二十年 等等那樣東西 開始時 大家就認為是 股市 樓市 爆煲了 當時 東京的地價 是全世界最厲害 誇張得 就是說 是一個城市 還是東京的地價 已經買了整個美國 地價值 總值 這個就是 很誇張 然後就是股市爆煲了 然後就是引致到 經濟的下滑 之前還有人說 就是因為廣場協定 美國逼日元 在那個協定裏面 要調整 這些就是 後來已經證明是假的 然後有這個說法 就是因為它那個 主要銀行 持續了很多大企業的股份 然後就是 建立一些這樣的關係 企業和銀行的關係 然後就是借貸更加容易 融資更加方便等等 那又是說法 就是又是錯的 實際上其實就是因為人口 戰後嬰兒潮出現了之後 之後 跟著無以為計 人口減少 你看人口的老化速度 戰後嬰兒潮 現在就已經是老人家 那你年輕人不生的時候 亦都因為在大約六十年代 很多人進入了一個就業市場之後 沒有辦法了 在一個高強度的勞動 環境之下 沒有得生育 或者沒有意願生育 那你就出現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 日本是一個例子 但是它很幸運 就是它進入一個老年化 足道家劇都很重要的時候 它已經是一個很富裕的社會了 那中國呢 不單止是未老先父 更大的問題就是 它那個一胎化的政策 之前的一胎化政策 出現的問題 帶來的問題就是 現在你看到一個 現在的年輕夫婦 多數都是一胎化的產物 就是它們都是獨生子女 獨生子女 他們的下一代 通常現在都會生一個兩個 你很少是生很多個 下一代的話 你想想它要養多少個呢 養它的父母 父母都是獨生子女 那父母的父母 因為他們的爺爺媽媽 都生了一個 外公外婆都生了一個 一個人要揹六個人 你試試看下自己的家 如果一個人揹六個老人家的話 沒有揹六個那麼誇張 揹四個 只是爺爺媽媽公公婆婆 你已經是疲於奔命了 當然你說 那一定是照顧得不好的了 即使你不是出時間 只要你出錢 看醫生啊 各樣東西都好 你都是疲於奔命 所以就是說 人口的結構 中國有兩大的問題 一個就是說人口的減少之餘 人口結構的失衡 失衡就是說你老人家 老化的速度很快 十年八年之後 就是一個很誇張 很恐怖的老人社會 而那個新生的嬰兒又減少 這一個就是第一個結構的失衡 就是說兩邊是少的 中間你就算是多 當你是一個葫蘆營 但是更大的問題就是說 人口結構的不健康 和外國比較的不健康 就是說你獨生子女的政策 一孩政策之下 令到這些家庭的結構 都是一個非常之不健康 你影響的就是很誇張 你人口減少 你這些獨生子女的下一代 一定不需要買物業的 買樓的 因為一定有 爺爺媽媽公公婆婆 他們去世之後 這些物業就是下一代的 就是他們繼承 因為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那麼樓市的需求 是不是一定是急劇降低 樓市的需求降低的時候 樓價你怎麼可以持續上升 我想請問 你人口減少 需求已經有機會減少 而買樓的意欲 亦都會隨著未來而減少 那麼總量其實是 只會越來越多 因為投入這麼多錢 在房地產市場的時候 那麼樓價未來 你可以預期 十年八年 或者十幾年二十年 是會怎樣 大家可以預計到 那麼你現在就很多人 是要走資 要不知什麼投資 那麼到時候 那個的投資價值都沒有 的時候 那麼你樓價其實 都是一個很大的隱憂 就是說當你樓市 是倒閉的時候 那個造成的政治的危機 就會更加大 在美國 你想想那個 什麼房利美 那時候的房地產泡沫爆破的時候 造成的衝擊是 全球的金融市場 幾乎是崩潰的 一二年的時候 那你現在中國 如果房地產市場 債項已經這麼高了 樓價又不可以升的時候 造成的衝擊又會是非常之大 所以就是 加起來這些東西 你說了 中國的人口問題 是不是會 如果真是減少的話 而且減少我相信 是會越來越快 就是這個速度 造成那個 不只經濟危機這麼簡單 而是會危及到 中共的政權 這就是他們的 政治體制的不同 造成的 一個政治的後果 就是有所謂的 就是 你非常有意義的 那些人 就是 那麼多 那些人 也沒有 都沒要